第四十八届三丈杯轮式网球锦标赛 已经进入最后一天的赛程 登场的是机关组以及民选公职人员组 先议员陈淑慧 王秋淑 蔡宗志 林悠悠 林一如 简先祥 黄思芳 以及议会员工也一同报名组队参加 所以今天我们蛮多议员就报名民选的公职作为选手 然后很多议员同事来到这边都感觉到很新鲜 所以今天能够跟议员同事一起到三丈杯来作为比赛 个人上感觉到说我们南投先议会的软式网球有在进步 那软网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夺牌的项目的大热门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次我们南投议会的参与 那能够提高我们国人对热软网的兴趣 那也能提高我们选手对这件事情的 对这个运动赛事的热衷程度 三丈杯软式网球举办已经是18届 每年都吸引许多好手前的共襄胜举 不但非常适合各年龄层 也欢迎民众打球之余可以到地方来走一走 当结合到我们在喜爱我们运动的软网的这些选手 在这里以球会友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当中可以更加认识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这里比赛以外 也可以来我们蜜蜜乡来这里踢头 本于机关团体的精神来比赛的精神来参与我们这次鱼池相公所所举办的三丈杯比赛 希望大家有空都来练习或者是参加这个软式网球 运动是保持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尤其软式网球难度低好上手 因此议员们也呼吁民众可以多多尝试 那跟所有的我们的议员同事呢 还有我们议会的同仁呢 一起来这里参加来运势参加这个软式网球锦标赛 那在这里呢也要告诉所有民众呢 就是每周运动333对身体健康很有帮助以外呢 对身心的健康也很有帮助 软网呢他的弹速呢相对比较慢 所以我相信这是全民很适合的一个运动 包括我们的小朋友包括我们的长辈都可以来打 那个一个很休闲的运动 也希望透过我们的运动能够来强生健身以外 更多的是能够多一点联谊 让我们大家透过运动来交朋友 三丈杯软式网球锦包 下一次与此相非常重要的赛事之一 因素们也希望借由参与赛事 以球会合互相交流 记者邱品逸与此采访报道